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觀破證 剛剛盤中最多的時候 大盤層重挫了將近270點 將近300點 那當然今天可以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看得很清楚 今天最弱的 全部都是跟AI相關的股票 你看連廣達都可以打到跌停板 你看連廣達都可以打到跌停板 當然如果你有聽我的話 在前幾天 趁AI在拉逃命反彈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他提到嗎 我說不管你有什麼起紅的 你看今天連起紅都跌停板 就說我不管你手上有什麼 跟AI相關的 不管你是買散熱的 買機殼的不管 昨天還有老師在喊情城 你看昨天還帶人家買 你看昨天一買進 今天馬上變跌停板了 有時候在想這老師真的懂盤嗎 還是收了主力的好處 對不對 這個位置點還在帶人家買 買這些股票 當然我們有時候看破不說破 大家自己去想 聽我的話 今天跌300點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建議大家可以把時間拉回到去年 去年大盤在18000點的時候 我問大家好了 那個時候你會覺得悲觀嗎 不會嘛 可是你看喔 去年2022年1月11號 我周宏告訴你 你不要陷入指數的迷魂症 降低持股才是上策 你聽我的話 1月11號也許你不會賣在最高點 好也沒關係 我怕你可能一天看節目 一天不看節目嘛 隔天1月12號 我們這邊都有日期 這是YouTube上面的節目 你去看 我的節目沒有一天下架過的 哪怕我講錯 我也把它放在YouTube上 有時候我們那個管理影片的妹妹還會問 周老師 你如果有哪一天講錯的看錯的 要下架的再跟他講 我沒有下架過任何一天影片 除非我請假 除非我生病 所以你看喔 從去年大盤1月 這2022年1月11號 我覺得很多東西 投資本你們可以自己去見證 不一定聽我講 為什麼我總是有辦法在大盤 最危機的時候提醒你們 要賣股票 你看1月11號在這邊 1月11號 我怕你們還不 我怕提醒一天不夠嘛 這1月11號 這上面都有日期喔 1月11號 1月12號我告訴大家 趁凡台暗 解碼持股 高價股要迴避 因為那個時候去年我就發現到 包括什麼系列 KY這些股票啊 都已經出現拉回漲不動的跡象了 所以你看喔 1月11號提醒你 1月12號怕你不知道喔 因為有的人他不一定天天看節目嘛 我再提醒你1月12號 趁反彈解碼持股 高價股要迴避 好也許你沒有高價股你可能無所謂 但是解碼持股有必要啦 再來14號 務必要經得起誘惑 把握反彈解碼持股 我這邊寫得很清楚喔 為什麼說你要經得起誘惑 把握反彈解碼持股 這個情形就很像前兩天 AI在拉的時候 有沒有印象 那一天哇 怎麼七紅也拉漲停 雙紅也急拉 結果今天全部破功 1月14號在這邊 1月14號那天大盤追高 已經來到多少 18509了 13號那一天的代指 我沒有找到啦 但是無所謂啦 因為我連續一個禮拜 我整整花了十幾天的時間 都要提醒你們賣股票了 所以你看1月14號那天告訴大家 去年的1月14號不是今年喔 務必要經得起誘惑 把握反彈解碼持股 一直到18號 1月18號那天最高多少 18575 那天1月18號最高18575 我告訴你 風中產主提防震盪 這種主流不明短空應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節目上我有講 我說你可以不跟我做空都沒有關係 也許你打心裡面你是排斥做空的嘛 你總覺得很多人都在喊兩萬點 你在那邊做空白癡啊 好你不做空無所謂 但是我麻煩你把股票賣掉可以吧 所以我那天要告訴大家喔 風中產主提防震盪你看 為什麼我說風中產主 因為它在一個相對的高檔 出現類似這種常上引線 10至89都不是什麼好事情 加上也沒有量有沒有看到 這很明顯的量價背禮嘛 當然我再跟大家講一遍 只有強勢的盤它才會出現量價背禮 弱勢盤是不會出現量價背禮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大盤 它一定會有一個點讓你可以跑 這個你們可以完全相信我 只有強勢的盤它才會出現背禮 所以我告訴大家風中產主 你要提防震盪 主流不明短空應對 當然你不跟我短空沒有關係 聽我的話解碼持股你也不會吃虧啦 也不會吃虧 一直到1月20號 1月18號我告訴大家 群龍無首權重棄手 做多你要小心啦 做空應對 我那時候提醒你喔 你做多你要自己小心一點喔 你可以不跟我做空喔 你看1月20號在這邊 1月19號在這邊 好 那1月20號最後提醒 提防上升趨勢線守不住啊 做多你要特別的小心啊 去年2022年1月20號 最後的提醒 那事實證明嘛 後來就過年嘛 過年後不是拉一波 我還是繼續提醒你要賣股票 之後你看大盤真正跌了6000點 我已經不是在一個相對的最高點提醒你們賣股票了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的3月我也提醒過一次 5月我也提醒過一次 幾乎都是在相對的高點提醒你 當然你可以聽我的話 在去年18000我這邊把股票賣掉是最漂亮的 聽我的話你在18000我把股票賣掉 我告訴你的朋友都會說你是神啊 比神還要神啊 廟裡面的神都沒有你准啊 可惜人言為清啊 講我跟你講啦 聽 其實人都是喜歡聽好聽的嘛 當你滿手的持股的時候 當你滿手的股票的時候 你還能夠聽得去 我周鴻告訴你賣股票 我告訴你 你這輩子絕對不愁慈喘的啦 可惜沒辦法 聽得進去的人不多 所以當很多人來找我的時候 我五千萬存兩千萬 我兩千萬存兩百萬 我也沒辦法 真的啊 我先跟他講我不是撿破爛的 我不是做資源回收的 可是當很多人不相信 我在18500點要賣股票的時候 最後來找我求救的時候 我跟你講 5000都是剩2000的 2000剩200的 我也沒辦法 我說那你沒有看我節目嗎 我說你加入粉絲團都已經這麼久了 你都沒看我節目提醒過 有啦有啦 但是我們看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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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差電視台的 都說看兩萬點 所以他們不會賣股票嘛 那我也沒辦法 所以當這些人 素於屁股 輸到快沒有錢 輸到被追繳的時候 在猶豫要不要拿房子去賣 去抵押 對不對 因為追繳嘛 說真的 你覺得我會同情你嗎 我不會 因為你選擇相信那些含兩萬的嘛 我也沒辦法 你質疑我的專業可以 那你加減賣嘛 可是當你選擇聽那一些告訴你兩萬點三萬點的你的投資朋友 我告訴你投資朋友 所有的風險 你要自己承擔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來找我都拒絕 我說我沒辦法 你就感到五千萬輸到兩千萬 兩千萬輸到兩百萬 那除了我能幫你什麼 你就相信那些叫你買兩百多塊的長榮的人會看五百 你就相信那些叫你買三百多塊的萬海會看六百 那你去找他 叫他把插額三百塊陪你嘛 叫他把他插額兩百塊陪你嘛 他會陪你嗎 他等於躲起來一陣子不上通告而已嘛 我講得沒錯 你看那些當初長榮看五百的萬海看三百多的 至少有半年都不敢上那些節目的通告 為什麼 錯得離譜嘛 永遠只會看數據 永遠都是營收成你幾倍去看那個股價 哪有能這樣分析股票的 我告訴大家好了 股票市場有一個鐵律啊 最低點跟最高點你要相信技術分析啊 真的 沒有點本事我哪有辦法在最高點告訴你要賣股票 沒有點本事我怎麼有辦法在去年 十月份的時候 對不對 請問一下去年十月份最低點誰叫你買股票的 我要再拿證據給你們看嗎 那一支 對不對 記得我跟他提到過 我說我別的股票我不用多看 我只要看這一支就知道了 主力根本就是已經棄手了嘛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這個人張國龍 他有一首歌寫得太好了 拒絕在玩 大戶都不玩了 你還在玩 那你只能吶喊直到遊戲結束啊 我相信這個時候棄手創意的主力啊 他心裡一定在唱這首歌 拒絕在玩 對不對 他已經講了 他現在心裡面一定在哼這首歌的啦 老大我都不玩了 你們還愛玩就去吧 破底穿頭啊 我還在想像一檔兩千多塊的股票是這種跌法 你看我昨天還在稱讚四星沒有跌 我今天馬上變跌停板了 你說主力真的還在裡面嗎 你說大戶沒有跑嗎 我不信啊 你看這兩天台幣扁成這樣 表示說什麼 外資拼命在匯出啊 當你看到台幣在扁外資匯出的時候 我問你 弱勢的貨幣怎麼可能會有強勢的市場啊 人家錢都弄走了啊 結果呢 一堆散戶 還扫不通通還在買股票 還相信一些是是而非的言論 還相信很多老師告訴你 這邊會看到兩萬多兩萬多 那你告訴我啊 我昨天是不是跟他提到 我說這個盤子是銀行股在稱盤 一定有問題的 絕對是不對的 我不是瞧不起銀行股 好我先跟他講 我不是瞧不起銀行股 而是股票市場的一個什麼 慣性原理嘛 當有些股票在動的時候 他所透露的玄機是什麼 當有些股票開始在跌的時候 他所透露的玄機是什麼 所以記不記得我之前我上禮拜就看到 我就跟他提到說 當我看到創意出現這麼大的缺口 直接跌頂盤的時候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情 阻力不完啊 當然阻力不是張國榮啊 只是讓我想到 他們已經不完了 大戶都不完了 都在跑了 結果呢 誰是接盤俠 誰在接股票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啦 今天跌200多點 你還來得及 停股票 砍股票來得及 你要不要空手 這個我不能給你什麼直接建議 因為看你買的成本是在哪裡 但是我建議大家一定要減碼 無論如何一定要減碼 沒什麼好商量的 你即使問我 我會告訴你 一定要砍 再痛你也要砍 即使現在跌停板掛不出去 你也是要賣 想辦法把它賣掉 因為你已經錯誤造成了嘛 懂嗎 病極亂求醫嘛 前幾天我叫你賣股票 不相信 你現在問我 那我還是告訴你 那還是一樣啊 對不對 斷尾求生啊 所以你好好今天 測標這麼寫這麼簡單 不聽洪哥言吃虧在眼前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站在我的立場 我說過嘛 即使我沒有辦法推薦大家買 什麼盤面上最標最強的股票 好 但是連事情 我覺得我做得還不錯 就是當大盤有問題的時候 我就是在第一時間提醒你 所以我看到昨天 道瓊震盪拉一回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 昨天其實最弱的是什麼 廢半啊 有沒有看到 昨天最弱的是廢半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他講過 當廢半一根藏一下 季線不熟的時候 就表示什麼 這個頭部就確立了 那你說為了要修整一個頭部的確立 怎麼可能一兩天可以修整 還有 從指標的角度來看 這根本還沒有到指跌回穩的跡象 台股 我們講台股也是一樣 你看 記不記得我前幾天跟他講說 也許很多人對技術分析的東西 指標的東西是次之以比的 可是有些東西我覺得還是要相信 做人不要剃掉嘛 做股票也不可以剃掉嘛 你從這個指標可以看得出來 落底了沒有 真正要落底還有量有沒有縮沒有 我是不是舉這兩段給大家看過 我說真正所謂的落底至少像這樣 不僅打雙腳 單腳也可以 但是這邊的量一定要縮 請問一下這邊縮的沒有 加上充碼這麼混亂 你看上禮拜 當充比超過4x4 4x5的比比皆是 你說 整個市場上充斥了這麼多投機 這麼這些賭博 我們講賭徒好了啦 我問你 你地下賭場開久了 警察不來抄的嗎 一定抄的嘛 還允許你在路邊打香腸 賭香腸嗎 不可能嘛 警察電話過來 欸欸欸 他詹詹的 我站在這裡你還在哪裡拔 你覺得警察給你面子嗎 一定取締你的嘛 有的人還搬到巷子那邊繼續賭 我跟你講一定延半 這個盤就是這樣子啊 當整個盤面上淪落到最後 我這麼講投資朋友 當整個行情淪落到最後 只是在賭 賭徒在賭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行情有可能會上18000嗎 我只是不好意思講的太明白啊 你說我拿外資匯出這個算是盤跌的一個因素 但是就我的看法 盤面上那些賭徒太多了 我記得我上回有跟他提到嘛 主力大戶修理賭徒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直接灌殺下來 一根廠黑灌殺下來 讓你跑都跑不掉 果然你看這檔天跌下來 哪一個不是廠黑灌破 我根本就舉那個反假 對不對 你看前一天走得好好的 隔天變跌天板 今天也沒多好 你說這種牽頭反轉 你說這股票怎麼救 這沒救了你知道嗎 看破啦 真的 股票市場有時候真的要靠繳學費來學得經驗的啦 當你繳得夠多的時候 你就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如果你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表示你學費繳得不夠多啦 那如果你甘願一直繳學費 那我也沒辦法 反正不聽洪哥言嘛 就是說我已經很苦口婆心地告訴大家了 從去年一萬八千多點 我就開始做一樣的事情 你要知道 我那時候講這些事情 讓人家很討厭 很多人給我留言 你懂不懂啊 對不對 你做紅懂不懂啊 別人都看兩萬點 只有你在那邊叫人家賣股票 哎呀 都不曉得你們成通的老闆 怎麼會叫你來當老師 真的有人這樣給我留言 但是我都很客氣地回覆他 感謝你的指教 你覺得誰准你去找誰無所謂 我幫不了你 我救不了你 我跟你講 佛能夠度化所有人嗎 沒辦法啊 對不對 再厲害的神明也不能度化所有的眾生 也不可能吧 所以啊 這個時候佛就說了一句話 佛度有緣的 進廣告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陳東陡庫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陡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陡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我發現到 說服人家賣股票 比推薦人家賣股票還要難 我兒子不吃菜 有一次家裡訂披薩 有時候披薩上面放青椒 放洋蔥 我想說奇怪 我們都快吃完一大片披薩了 怎麼他還連一小片都還沒吃完 因為他在挑上面的青蔥 在挑上面的青椒跟洋蔥 好 我想說這可能是偶然 後來我發現了他的便當 因為學校有午餐 有時候就幫他清便當的時候 發現裡面的菜都是帶回來 而且都披薩了 我想說可能這個菜他不愛吃 後來我發現到 他不是針對某些青菜不吃 他是幾乎菜類都不吃 你知道嗎 好啦 我想說我也不知道該 你覺得B有用嗎 打有用嗎 現在不能用打了 B也沒有用 有一次剛好我看新聞 在講我們國人的死大死亡 對不對 剛好在講 其中有一個是大腸癌 我就跟我兒子講說 你知道嗎 為什麼大腸癌 你看排台灣死亡的前三名 因為他還小他還不懂 什麼叫癌症 就是這些人都不吃菜 你都不吃青菜 所以你的腸胃蠕動不好 所以後來那個大便 一直被你的腸子吸收到 就會變大腸癌 就掛了 他還是不太懂 我都教你自己 你沒有手機你自己褲狗 大腸癌是什麼情形 我跟你講 他現在吃菜還會跟我炫耀說 爸爸 你看我有吃高麗菜 雖然他還不肯吃青椒 我講真的 因為青椒有個味道 很多人也不喜歡 至少 他現在會覺得 當家裡有一盤什麼高麗菜 這一些擺在桌上的時候 他會非常的自豪告訴你 爸爸你看我有吃菜 你看他也是要被我嚇 他才聽得進去 因為小孩子不懂什麼叫癌症 你懂嗎 我們不可能去給他看那張 很噁心的照片 我只能用那種循序監禁的方式 讓他知道說 你要多吃點青菜水果 幫助你腸胃蠕動 比較不會便秘 因為你便秘的結骨會變痣 痣痣的結骨就變什麼什麼 就全部衍生而來 這跟後來我就覺得說 這跟建議人在賣股票的感覺是一樣 比如說你這個股票已經不行了 我現在說服你把它停損掉 我發現說服你停損股票 比推薦你買股票還要累啊 我推薦你買股票 可能兩句話你就買了 我說服你買股票 我告訴你 我花兩個小時 你都不一定停得進去 人就這麼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你看 為什麼我去年的時候 對不對 我每天都 你要知道節目費很貴 對不對 那時候是4點的節目 你知道這個節目也很貴啊 可是我居然願意花半月的時間 在提醒你 你看 不要陷入指數的迷分症 降低持股才是上策 你知道我下節目是被老闆罵的啊 這沒貴這麼冷貴 你都沒做生意 只叫人買股票 而且還不是一天而已喔 1月11號 1月12號我也告訴大家 趁反彈肩馬持股 1月12號 14號那天你要把握 真的起誘惑啊 把握反彈肩馬持股啊 真的耶 我那時候整整半個月 我跟你講業績超差的啊 都沒生意走啊 因為我在說服人家賣股票跟我做空 沒有人聽嘛 所以心意不好啊 當然啦 當大盤跌破1萬2的時候 你知道多少人謝謝我 謝謝周老師 雖然我還是賠一屁股 但是我還是謝謝你提醒我們 1萬8千我買 那不是這些人不是 有個字我不想用啊 那為什麼現在我在提醒你你不聽呢 一定要等到你5000萬剩2000萬 2000萬剩200萬 才願意聽 所以我發現很多人真的是不見棺材不凋淚 真的我算了 反正我覺得我要說那句話 佛度有緣人啊 真的 我覺得以我的專業 以我的經驗來看的話 我覺得我給的建議都很到位的啦 雖然有些話講了你不一定聽得進去 但是我建議大家 忠言逆耳啦 好聽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都要讓你身邊講給你聽 對不對 但是呢真正對你有幫助的話 你只要哪怕能聽進去一部分 我相信對你以後在股票市場上來講的話 都是有幫助的 我已經空手啦 所以我可以一直說風涼話給大家聽啦 空手好幾天啊 那為什麼我要空手 因為我就在等大盤下來 所以對我而言 請問一下 我是輸家嗎 我很空手呢 等到大盤價文量說落底完中 我問大家好了 誰才是市場的最大贏家 祝大家操作出力 我們明天見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